陳其邁有這一招嗎 禁止放租售的廣告 還有這一種的 你在高雄的大樓 你要租或是賣 高雄市政府現在下命令說 不可以有這種廣告 為什麼 影響大家的觀感 有愛觀瞻 所以這個不能登 還有這樣子粉絲太平的 這個市場很高 這個根本是違法 還有這種事情說 因為很多高雄的商圈跟夜市大樓 沒有人租 沒有人買 高雄市政府說 你們不能登這個廣告 登這個廣告大家心情都不好 你們當初不是大家都在瞎掰什麼 演唱會經濟嗎 今天不是說那個什麼 什麼魔力紅還是什麼的 又要去辦 這有什麼用 然後這樣子不能登 不能在這個指定的這些商圈 不能登租跟售 還有這種事情 所以高雄過得真的很好嗎 之前李四川說 他去幫謝國良站台說 很多高雄市民 懷念當初罷免錯了 有什麼不對嗎 不能懷念韓國瑜 只能欣賞陳其邁 難道這些租跟售 難道你要告訴我 這個是韓國瑜的問題 是韓國瑜害的 韓國瑜做的一年多 然後你們高雄就不好 他只做一年六個月 剩下都是你們民進黨在做 然後你們高雄 現在很多房子租不出去 賣不出去 要怪誰 當然是怪民進黨 怎麼會怪國民黨 這莫名其妙 楊明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的交通部長 他到花蓮去看宅 當然這個是要肯定 就是說對 勇於事事 勇於認識 應該就是要去第一線 去看苦民所苦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立法院7月16號 上一個會期休會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叫做 花東快速公路的可行性評估報告 本來預定8月底之前會出來 現在9月 現在9月 交通部應該要把這個東西 拿出來告訴花東 我們的這個東部的民眾說 我們的快速道路的可行性評估 做到什麼程度了 應該要拿出牛肉 你不是在那邊道歉 我們趕快把它復原 看不到未來 一場雨 一個地震可能又要斷 有沒有一個完全能夠解決 這樣的一個所謂給花東 東部民眾一個平安回家路 這個事情我覺得 花東是去台東 我們這個是要去宜蘭 裡面都還有 都還有 我說至少要把這個道路 你多關心我們花蓮好嗎 那個路跟那個不一樣 一個是往南 一個是往北 我跟你講 當今天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就要往南回 有走南回了 我只能說 就是說東部的交通建設 該做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怎麼做 前幾天他講觀光 交通 交通部也管觀光 他說演唱會是東部 很重要的這個事情 他講演唱會 我告訴你 花蓮縣政府 十幾年前就在辦演唱會了 每年夏天暑假的時候 七天七夜 六天六夜 十天十夜 都有辦 你陳士凱在台中當議員 你不知道 花蓮縣才是全台灣最會辦演唱會的城市 只有你在那邊講 那邊講的一副好像 跟陳其邁曲經演唱會經濟才重要 現在是五月天 其實我跟你講今年也都有辦 9月27還有一場 所以像五月天現在要去當然很好 可是重點來了 如果今天交通斷了 他們要怎麼去 民眾要怎麼去支持花蓮的觀光 就是一天的效應 像現在最近中秋節要到了 也有像五月天他們那個唱片公司 還主動去訂了那邊的一些名特產 要做所謂的中秋節的禮品 禮盒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做 比如說你交通部長也可以說 我們今天鼓勵大家多訂 東部的這些 交通斷了 連物流都出不來 對 但是我說早點訂 你至少還可以走貨運 還可以走這個船 所以我是說不要只會 這個好像講一些很浮面的 你讓人家覺得好像交通部長 還是一個民意代表的感覺 我覺得目前部長還看不出來 你看這見景率 這個你至少先跟內政部 溝通一下吧 但是老實說 最近我真的明確看到 在路口 尤其上下班 尖峰時間 警察出現的頻率有增加了 那就表示是真的 這個是完整的 是在你家附警嗎 沒有 就在台北街頭 宗孝東路 宗孝附星路口 就有警察 可是他們在滑手機 警察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不對 上級有請勿傳過來 問題是就是 你看到警察 沒有錯 但是這個跟行人地獄 這個是兩回事 該會發生還是會發生 所以我只能說 現在的這個部長 我覺得他當然現在 還在學習期間 他還在想說 要怎麼當一個部長 趕快上輪道 維漢 我講這個交通這好了 因為我特別有感覺 如果是要解決行人地獄有沒有用 原來沒有試過 但是要解決塞車的話 30年前阿炳就試過了 因為當時台北市1994年 像剛好30年前的時候 你去問 你現在如果去坐那個計程車 看那個車很舊 那個問獎已經開超過40年 你去問他會告訴你 台北市誰把這招弄得最好 10個裡面可能有5個會講是阿扁 因為阿扁他從之前 在坐公車裝上之前 還有在挖捷運的時候 當時台北市還有算過 1994年的時候 平均通勤時間 開車的時數是15公里 結果台北市議會要求市政府 要達到20公里 這樣不計謀 你要怎麼辦 當時的交通局長叫賀成旦 他就做了兩件事情 交通大執法 遷警上街 路口進空 跟公車專用道這兩個 公車專用道現在台北市 已經做好了以後他分流 所以就可以比較快 第二個就是遷警上街 見警律當警察出來 站在路口的時候 那個路口有時候畫那個 就是那個是潮畫線嗎 還是禁鎮林亭線的時候 大家都不敢衝過去 常常都是因為 我已經等很久了 所以我硬要擠過去 結果變紅燈了 我卡在路中間 把旁邊的東西也不能走了 但警察在那邊就大家不敢 所以反而見警的關係 交通就變順暢了 剛剛我們現在陳士凱部長講的是 如果是行人地獄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對於塞車 像台北市最近越來越塞 你把警察放到重要的幹線的路口 當時一千個警察 都上路口去以後 交通確實有改善 那也是在交通會報當中 交通局的當時的局長賀成旦 要求警察局交通大隊 所以其實交通部 當然不能指揮警察 可是他可以提到行政院會當中 只要這個行政院長同意的話就可以 那這我是覺得說 其實是會有用 只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警察現在目前 因為現在這個警察年輕的 我說的是30年前的事情 這個人 這非常無聊的發了一篇說 他跟柯文哲之前的合照 可能是前一陣子就去 柯文哲去拜訪他拍的 那我為什麼拿這個告訴大家 就是說一直到今天 都還有民進黨獨派 台派的人認為陳水扁是無辜的 認為陳水扁是冤枉的 陳水扁那個是建國基金 陳水扁沒有貪污 那都有人相信陳水扁的 怎麼不能有人相信柯文哲 為什麼我們不是 我覺得這位國民黨的人兄很好玩 他說難道國民黨要挺貪腐嗎 莊小平說難道國民黨要挺貪腐 他的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是貪腐 所以藍白河的話挺貪腐 很奇怪 我請問莊小平 國民黨都沒有人貪腐嗎 國民黨都沒有人貪腐 國民黨貪腐的程度 比民眾黨多一百多倍 然後你說要挺貪腐 我實在就覺得很好笑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 我剛剛特別在意這個東西 就是說他被收押只有土利 你升押的時候 是說人家土利加收賄 而且請大家注意看這個新聞稿 因為北檢已經發了三個新聞稿 這個基本上是已經荒了 我沒有看過北檢 一直發新聞稿的 他是 請大家注意看 他是把柯文哲跟彭正森 他不是只有認為柯文哲 他說彭正森也有收賄 兩位被告均設 結果柯文哲跟彭正森 被裁定收押 並沒有收賄 不是這樣子嗎 我想請問北檢 你在辦什麼叉叉 你公開的講說 當過台北市政副市長的兩個人 是土利加收賄 可是法官不理你 法官不採 所以我看昨天這個 陳佩琪去講那個什麼 什麼洗澡這些事情 我是覺得比較他說 什麼都更會的委員 柯文哲一個都不認識 可是我要告訴陳佩琪 反對的委員後來都不續聘 而且他不認識 柯文哲認識誰 柯文哲認識的是進華城的大老闆 他不認識那個都更委員 有什麼關係 陳佩琪你講這個也很好笑 陳佩琪講到柯文哲洗澡跟大號 我就想起當年黃偉翰講的一個笑話 柯文哲也證實過 就是說 沒有 我先講 他的意思說什麼 柯文哲在洗澡 柯文哲有一次說 他在大號的時候 黃偉翰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還接 所以可見當時的交情 可是陳佩琪昨天的解釋是說 他沒有 他隔天為了準時上班 所以他選擇住旅館 陳佩琪 你之前不是這樣子 你之前是站在你家門口說 我每天在前面開個小型記者會 你當時不是這樣子講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檢察官帶隊持搜索票 為什麼不敢破門 柯文哲當時他在門口講那一對 你就破門就好了 你有檢察官帶隊 你還有法院的搜索票 你為什麼要讓柯文哲 在裡面洗澡 還拖了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跟柯文哲無關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很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想說 檢察官來了 我趕快把那個 我跟黃耀明跟黃耀翰的那個 賴趕快刪掉 那個刪不掉了 你那個發了不好的圖 把他收的那個都收不 我跟你講以我們調查局 跟刑事局的這個基本能力 你刪掉他都能復活 你把我把我的這個 電腦的低潮東西 都丟到資源回收桶 他通通把你復原 所以不要再傻了 好不好 不要以為柯文哲真的在你刪這樣 他刪不掉了 所以我嚴厲的譴責這些檢察 你該破門不破門 你讓他多待一個小時 不是柯文哲的錯 是北檢的錯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